这就是我今年觉得最爱吃的蛋糕 比圣诞蛋糕还要好吃 Panda Tony 这是我第二次买了 这个低火呢要送朋友的 Chocolate 我喜欢带着巧克力的这个 它是1kg 这么重 就成分了 待会呢我们打开看一看 With chocolate chips 巧克力 Cream和 巧克力的这种的Cream和Chips Soft Christmas Cake 我自己认为这个比传统的 Christmas Cake又好吃多了 Natural Ingredients 全是纯天然的 那当然了 你还能放什么东西吗 Cording to the Italian pastry tradition 意大利 意大利的很好吃 的确很棒 好 你可以 connection 对 我拍摇 是在Italian 好 拍摇 我老婆 你还做一个酒饰吗 我不是想要做了 我不是想要做的 好,很厉害 很大,很厉害 好,很厉害 对我来说它不像Christmas cake那么heavy Christmas cake你吃上一小块就感觉很饱了 这个就可以拿来当零食吃饿的时候吃一块 我是宁愿吃这个也不想吃Christmas cake 因为Christmas cake两个人一两个月都吃不完 这个非常的light and fluffy 你看很好切就和面包差不多 待会呢我再上网上去查一下它的来源 它喜欢再加上cream再加上custard之类的 我自己吃的话我什么都不用加 Gorgeous Single Chrome or Double? Double 一会儿吗? 一会儿一会儿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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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巧克力酱非常黏黏的很好吃 这是我在Google上面查的 他说panetone 源于意大利语 应该是panetto 一个小的蛋糕 这个蛋糕就是Dating back to the Roman 罗马帝国时代 就是说 古罗马人 经常吃这个蛋糕呢和 和这个蜂蜜一块吃 他说尽管panetone 被当作一个零食或者是desert 也算是零食吃吧 甜点 但是它并不是非常的甜 而且它持续时间非常的长 它为什么持续时间很长呢? 是因为它就是fermented 它就是经过发酵的 我说这么一打开就感觉好像有visky似的 就应该喝米酒之类的 应该经过发酵的 发酵45天 哦 怪不得呢 哦 它是这样子 Oldest 最古老的 食物保存方式 哦 很好吃 我看今年Mark Spencer的那个广告 就是panetone 这就是它的起源 啊 很好吃啊 给大家看一个静静的 黏黏的巧克力酱 加着香喷喷的大面包 是不是很棒 这是我吃到的最棒的一个panetone 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这也不是广告啊 好